欢迎收听英国生活点滴 我是关志强 今集的英国生活点滴 随着时事一周的结束 也都成为最后一集 我想在今集简单讲讲 来到英国为BBC工作 二十几个年头的历程 首先为大家送上素色的 和紫柔吻词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此 英似飞鸿搭雪泥 泥相偶然流指爪 鸿飞那浮计东西 老曾已死成新塔 怀逼无由建构堤 大约在1997年初 BBC中文部在香港登报招聘 在一间酒店的大堂考不市 然后在房间面市 我记得当时认考的人很多 我还认得有些比较出名的行家 考完之后等了很多个月 音信渺望 我随后都去了外国 忽然有一日 我收到过来自BBC的电话 原来BBC竟然打电话到香港旧公司找我 我的旧同事就将我的联络方式给了他们 随后就开始了我往后二十几年 到现在的英国生活 当初来英国的时候 满心想着的还是怎样将国际消息 向比较少接触外国事物的香港人讲述 后来发现这个理念竟然和时事一周 当初创立的想法一致 当初来到BBC粤语报的时候 同事就真的不少 全职的有七八个 还有不少兼职 后来又新加了几个全职的同事 整个中文报就更多人了 有几十人 大部分都是讲普通话 新来的时候 我都是做一些辅助的工作 学习这里的理念 后来开始也写简短新闻 然后写长新闻 然后做访问 然后参加每星期播放一小时的 时事一周节目的编写、录音、剪接和播音工作 由于工作人手充裕 我就开始有部分时间 参与新开展的网站新闻工作 首先是简单的将每日新闻放上网 慢慢就发展到专门有网站新闻团队 我两边都有份做 最难忘的是网站号称提供24小时新闻 所以有两个同事要做通宵间 我都做了不少 直到在香港开设办公室 这份苦差才告一段落 这个网站的目标对象是亚洲华人 尤其是中国大陆的人 所以有简体和正体中文网页 我最庆幸的是有机会利用公余时间 自学简单的电脑程式 将大陆同事打简体字的文章 换成适合网站自动选择正确正体字的编码 过了很多年后才有专门人员 以这个为基础 编写更简单方便的程式 后来BBC中文部精简人手连回裁员 粤语报的全职人手最后减少到只有我一个 在时事一周支撑多个年头后 今年开始花更多时间做视像节目 放上YouTube 一些访谈节目得到非常高的收视率 连大时事一周的声音直播时事回顾 节目都有好好的收听率 不过世事总有结束的一日 就在开始有起色的时候 BBC裁切伦敦的多个预言报 现在到了收拾的时候 也是重新写履历的时候 就够了 素食说 黎上偶然留纸爪 熊飞那浮计东西 是的 无论如何 我在BBC的声音上 都偶然留下了一些记录 还要计较些什么呢 林别依依为大家送上文一多的也许 作为对时事一周的送别 也许你真是哭得太累 也许也许你要睡一睡 那么叫夜鹰不要咳嗽 蛙不要蚝 蝙蝠不要飞 不许阳光拨你的眼黏 不许清风擦上你的眉 无论谁都不能惊醒你 撑一扇重音庇护你睡 也许你听者幽隐返来 听者小草的根素吸水 也许你听者般的音乐 比那咒骂的人声更美 那么你先把眼皮闭緊 我就让你睡 我让你睡 我把黄土轻轻盖着你 我叫子前怡 门门的飞 谢谢你 看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